因为美国航母它攻击半径大概是800到1200 就是美国航空已经攻击半径大概是800到1200 所以它在第一岛列 它就必须要用所谓的东风时期进行巨矢 或者进行反戒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告诉各位 美国现在非常关注中国大陆东风系列导弹的运用 现在美国的很多智库在慢慢的研究 中国大陆东风导弹系列的战术运用 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的智库 他长期以来就在分析这一方面 那最近由于中国大陆 他发展出了东风31还有东风41还有一个东风51 一个8000公里 好东风318000 东风4112000 他们现在又要发展一个15000 叫做东风51 美国认为东风31 好东风31 8000公里可以达到美国本土 12000公里也可以达到美国本土 现在对于东风51 就是说美国现在所有的反导设施 构建在西太平洋 当然他本土阿拉斯加跟东部都有 我们现在先说 因为任何一个导弹西向东达 是符合地球自转的规律 所以所有的导弹的测试几乎都是西向东达 那西向东达他可以达到本土 大概洛杉矶啊 就好比说东风31可以达到美国的西岸 那东风41可以达到美国的东岸 虽然他有东风31跟东风41 但是全部都在美国的监控之中 那东风51呢 可以从 可以从北向南达 南向北达 抱歉 他可以从云南透过极地 他透过极地就是地球是原的 他可以从北极方向进攻美国 那这个 就是打到一万五千公里的时候 美国是开始紧张的 因为他从可以 可以从极地攻击 北向南达 导弹发射的定律 导弹发射的定律 要符合地球自转的条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现在在极地的缺口需要加拿大 还有需要其他 像美国在阿拉斯加也有部署 虽然也有部署 但是 他是透过极地圈 透过极地圈往西伯利亚那个地方走 那美国的想要发现 想要拦截 当然他可以发现 可是拦截的话是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现在已经决心 要研究中国大陆的东风导弹系列 当然他不是现在研究 过去他曾经有过研究 那现在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美国未来他在西太平洋 他要用冰的时候 就会看中国大陆发展一系列的东风导弹系列 那这个所谓东风导弹系列 像好比说东风9型东风11型 东风9型东风11型 或者是他的增长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东风9东风11 还有东风15 这三种类型的导弹 都是震慑第一导弹 那其次要区域 据止美国的航空母舰 对于第一导弹的增援 我们可以看东风17 还有东风26 东风17可以打到 差不多将近1500 或者是东风26 可以打到2500 各位去看 他用东风9东风11 这个导弹他是完全是控制台湾 就是控制台湾 不至于 不至于 完全被美国掌握 换句话说 中国大陆在东南沿海 他有四个导弹发射 六个导弹发射基地 他为什么弹头都是瞄准台湾 就是说对台湾进行威慑作用 所以东风9东风11东风15 我们可以说 好 我们可以说 应该完完全全的 针对台湾 就是说 他除了震慑台湾之外 就是他也告诉了美国 第一波台海战争发生的时候 除了无人机跟火炮以外 东风系列的短程导弹 就是我要控制台湾 兼迹到菲律宾跟日本 因为这些都是他导弹攻击半径的范围之内 好他说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 中国大陆在国庆阅兵 东风17东风26 东风17是句子 美国进度到第一岛列 那为什么他设计要差不多超过1200公里 1200公里跟美国航母作战半径 好舰载机的作战半径 因为美国航母 他攻击半径 大概是800到1200公里 就是美国航空母舰攻击半径 大概是800到1200公里 所以他在第一岛列 他就必须要用 所谓的东风17进行句子 或者进行反介入 那反介入就是东风26 差不多2500公里 换句话说就接近了第二岛列的观导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 中国大陆他为什么发展东风导弹 那现在台湾很多人通通讲 他说你看爱国者三型 能够能够燃截 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像匕首 匕首类似爱国者三型 能够燃截下来 那好 我们可以看 真正东风11 东风15 东风21 东风26 他是有一个层次 一方面他要控制第一岛列 就用短程导弹 那第二方面 他为了美国介入西太平洋 他发展出 中国大陆发展出17跟26 17跟26就是 区域巨子跟反介入 那换句话说 中国大陆他所发展的导弹 他所谓的战术运用 一方面他有战略层次的考量 现在我们可以说 中国大陆的东风31 东风41 东风51 那个是战略 战略导弹 那战略导弹 我们可以讲 中国大陆他也讲 他的战略导弹 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他不会率先使用核武 那第二个他不对 飞和国家或地区动用核武 那第三个 中国大陆要保有第二级的反击能力 换句话说 他这个三个原则放在那个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除非是美国动用了所谓的战略核武 那个是另当别论 我们就不谈这一块 那其次讲到短程或者中程的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就可以发现 中国大陆所发展的导弹 是完完全全根据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的战略运动而来 因为过去大家一直认为 美国会用海空战力 来解决新太平洋的问题 那自从美国要决定他要部署所谓超级火炮 或者是说中程导弹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反制之道 就是运用它各种类型 就是不同距离的所谓的中短 中短程弹道导弹来应付这个局面 看得出来美国现在是对于西太平洋的控制 越来越有点力不从心 而中国大陆对于西太平洋 反正已经到了它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阶段 这也难怪为什么美国会重新研究 中国大陆战术导弹的运动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美国的航母想要介入台海事务 或者要进出第一岛链的话 必然会考量到中国大陆的导弹运动